体育产业生态圈 www.ecosports.cn 近日,C罗再次卷入性侵丑闻。 女方Kathleen Mayogas就2009年在拉斯维加斯遭遇性侵一事对C罗提起诉讼。 Mayogas的律师声称,她在事件发生后,不久就被强制签署了保密协议。 如今这份协议应该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。 在向C罗提出正式诉讼之前,Mayogas29月29日,在德国明镜周刊,讲述了拉斯维加斯事件。 目前,拉斯维加斯警察局,已经针对此案重新开展调查。 而C罗和他的律师团队,则否认了Mayogas和明镜周刊的说法。 事情发酵到现在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,以下是对此次事件的时间线梳理。 2009年6月13日,Catherine Mayogas报警趁遭遇性侵,但没有透露加害人士C罗。 Mayogas在遭遇性侵后向拉斯维加斯警方报警。 时间微下午2点16分,她告诉警局调度员,自己不想指认性侵者,因为她是一名公众人物。 警察将她送到当地,在那里她接受了性侵检查。 2010年1月12日,C罗和Mayogas的律师达成共识,双方签署保密协议。 Mayogas本人及其律师和C罗的律师团队达成情外和解。 双方同意签署保密协议不再谈论此事,C罗的团队同意下Mayogas支付375000美元,C罗本人并未出席签署协议。 2017年4月19日,明镜周开爆出C罗性签案。 8年后,明镜周开最先针对C罗遭遇强奸指控仪式发出报道。 这家德国媒体通过Football League诉求解密,知名爆料网站获得了一份有关C罗性情事件的文件。 在文件中,Mayogas被称呼为Susan K,因为她在警方报告和和解文件中明确表示希望保密身份。 2018年9月29日,Mayogas亲自讲述性签事件,在明镜周开大部有关C罗性签的报道。 一年半之后,Mayogas决定透露她的身份,并将这件事公知于众。 Mayogas详细地讲述了当年遭遇性签的整个过程。 在此期间,明镜周开与Football League方面挖到了更多有关当年事件的新闻。 明镜周刊声称拿到了一份当年由C罗填写的调查问卷,记录中C罗称Mayogas说了No,并停下了几次。 C罗方面威胁起诉明镜周开,在制发后几小时,C罗的律师Christian,说,这件事就是公然违法。 并称从隐私角度来说这完全是个不可接受的存疑报道。 他说,C罗会提出诉讼寻求赔偿。 2018年9月30日,明镜周开记者连发推特爆料性侵报道细节。 在说次的法律威胁下,明镜周开的记者Christoph Winterberg连续发布了25条推特,详细指出了他的团队未学报报道准确性所做的调查工作。 包括文章中提到的文章截图,推特中Christoph Cheng,明镜周开就C罗的反应,以及为什么受害者Kaffrey,Mayogas选择在如今发生,也专门进行调查串写了文章。 文中称,Mayogas受到MeToo运动的鼓舞,决定站出来为自己为选。 2018年10月1日,Mayogas起诉罗纳尔多,试图取消保密协议的法律效力。 Mayogas的新律师Leslie Mark Stovall声称Mayogas在2009年和2010年雇佣的律师经验不足,导致最后的处理结果存在不公。 Stovall在内华的周克拉克县提起诉讼,要求取消2010年完成的保密协议。 2018年10月2日,拉斯维加斯警方中心调查案件,拉斯维加斯警方证实他们曾在2009年6月调查了一起强奸案,但最终因为受害者没有提供受害地点和罪犯描述,而结束了调查。 由于Mayogas现在愿意提供更多细节,案件将会重新开启调查。 2018年10月3日,C罗公开否认性侵,在C罗的两条推特中,他表示,我坚决否认对我发出的指控,性侵是一种可恶的罪行,违背了我所信仰和相信的一切。 我拒绝那些利用我推销自己的无良媒体,我将会等待调查结果。 见识一切将水落实出。 2018年10月4日,C罗离开葡萄牙队,葡萄牙队教练桑托斯证实,C罗本年度将不再参与国家队的赛事。 他说,C罗,族协主席和我进行了一次三方对话,我们做出了这个决定,而桑托斯拒绝了对C罗性侵止一事发出评论。 与此同时,C罗的两个最大赞助商,奈赫和eSports,似乎准备与他保持距离。 两家公司都声称将密切关注,C罗性侵止控一事,相比赞助商的无情,求对尤文图斯选择力挺C罗。 尤文官推表示,近几个月,表现出了极大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。 尤文图斯的每个人都对此表示赞赏,多年前发生的时间并不会改变这个事实。 任何与这位冠军球星有所接触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。 不过,事件发生后,尤文图斯的股价遭遇了下跌。 2018年10月10日,C罗的律师声称文件是伪造的。 C罗与2009年聘请的律师Peter Christensen发表,发文趁明镜周刊的爆料中,引用的文件是虚假伪造的。 文中指出,明镜周刊所谓的保密文件,是2015年多家欧洲机构数据库遭黑客攻击时泄露的文件。 黑客在出售时对信息进行了捏告篡改,但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,却直接将其对外公布。 Peter还表示,C罗的确与Mayorgon签订了一份封口协议,但这并不等同于强奸罪名成立。 当初签这份协议,只是为了让女方对与C罗的性关系保持坚默。 事情发展的走向之间仍不明朗,后续请持续关注报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